另外一個 我看到他轉了電話 就加44 加44是不是英國? 是不是英國?加44 應該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現在加44是不是英國? 我印象中是 那就是 是943 972 六個字 六個字 你記不記得以前 你六個字的電話你有沒有印象? 我小時候已經七個字 七個字 你小時候他的電話 在你小時候 他的電話應該是幾號? 你會怎樣打? 943、972 不是 六個字而已 是的 你說你小時候七個字 那他的電話是多少? 他的電話應該是3943 972 3?為什麼呢? 因為為什麼呢? 以前香港島的電話 會先打五字 如果我們在九龍打過去 如果在新界打過香港 也會先打五字 在香港打過香港 香港島 就這樣打 六個字 在九龍打過九龍 就這樣打六個字 香港打過九龍 就打過三字 就是3943、972 在新界打過九龍 又打過三字 同一時間 在新界打過新界 打六個字 九龍打過新界 就打過一、二 最初是一、二 不是零,是一、二 在香港打過新界 也加了一、二 就變了八個字 後來 不想到 你老母 我們要變成七個字 於是九龍的電話 就直接齊頭了 就變成3943、972 後來變成八個字 再加二 就是二 3943、972 認識的時候 後來加二 同一加二字 是嗎? 以前 是這樣的 因為我感受到 這個每一次 反正完 一句五十分鐘 就件一句 多久 有人